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11月17号了 12点刚刚过了几分钟啊 11月17号啊 这个在10月17号今天啊 北京时间啊 华为发布声明啊 要出售呢这个荣耀 华为表示呢 整体出售呢 以荣耀的业务资产 收购方呢 为深圳市智能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交购后的荣耀呢 华为不占任何的股份 也不参与的经营管理抉择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与荣耀呢完全切割了 跟我没关系了啊 华为表示呢 是30余家荣耀的代理商 经销商联合发起了本次收购 是荣耀相关产业链 发起的一场的自救 所以华为说呢 跟我没关系 都是他们自己搞的啊 那荣耀呢 完全独立于华为之后呢 可获得相关核心技术 和供应链的资源 华为呢 却获得了呢 这个现金啊 商风呢 这个说说可以说呢 都有好处啊 那关于这个事呢 有人说这个是不是 华为在搞的 要这个绕过美国的这个禁令呢 说实话 实际上呢 准确的说不是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华为现在 已经不把美国的禁令 当回事了 因为呢 就是说华为也好 中共也好 觉得后面打交道呢 是拜登了 不是这个川普了 那拜登上台之后呢 华为这些事呢 这禁令呢 都就是黑不提白不提了 那但是呢 为什么现在这么搞呢 我们认为呀 应该与习近平的密室呢 会见了拜登的职场团呢 有关系啊 那双方的达成了某一些呢 共识 就关于呢 华为的问题 因为华为的问题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华为和中兴呢 这都是习近平当年 就是说亲自去跟川普提 去求情 去谈的啊 甚至华为问题呢 就是说有一度 甚至中国呢 先把华为问题呢 加入到中美贸易谈判当中来 你就知道 这个华为对中国 这个军方有多么的重要 你懂我意思吗 华为不光是经济 经济前的问题还好谈 华为主要呢 他的这个 他的这些 华为的所有这些科技 这些技术 实际上都是 就是说 和平年代 是为老百姓服务 那一旦打仗的话 他的这些技术 全部都可以呢 为军方所用 而且是军方来讲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技术 关键的这些技术和领域 华为的被打击呢 对于中国 中共军方的 这个在这个信息化战争的 这个发展当中呢 受的可以说的是重挫 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呢 对于习近平来讲的 不管是这个 跟川普的人去谈 还是呢 这个派特使呢 见了拜登这方面的人 拜登的支撑团去谈判 华为呢 都是一个呢 绕不开的问题 都是一个呢 非常棘手的 非常的这个紧张的一个问题啊 那谈论之后呢 可能是达成了某种共识 那这种操作的过程 到底是双方达成了什么共识 为什么这么去操作 我们过后呢 我们再看看 再去梳理 但是基本上呢 我们认为呢 就是说 呃 是为了下一届的 这个美国总统 就是说 中共认为呢 下一届的美国总统的 做呢 这个 准备 就是说 你要明白 就是说 虽然说吧 习近平最近新养了一条狗 但是呢 就是说 怎么说 我觉得你养个狗 你也要顺应他的这个天性 是吧 就是说 这个训狗呢 他们就就就说啊 呃 你呢 不能够逆着这个狗的这个性子走 你懂吧 比如说他做对了一件事 你打他一巴掌 他做错了一件事 你给他个骨头吃 这就坏了 这这狗让你让你叫坏了 对不对 或者呢 你偏要让那狗呢 学呢 这个这个 这个比如说 爬树 是不是 这这都这都不行的 对不对 就说狗呢 他有狗性 就是说 他怎么去做呢 他有他的一定之规 哎 你教他 比如说扔个飞碟啊 捡回来啊 什么呢 是可以 你教他抓耗子 他他他不对路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拜登上来了之后 当然我们都 我们都知道 这个就是说呢 这边给一个眼色 那边去行事 但是呢 不能太明了 对不对 你太明了 你不要让人看出来 你懂吧 就是说 虽然说 大家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 但是呢 你也要让拜登呢 就是说去处理 花园的问题的时候呢 好处理 可以对国内呢 有一个交代 你懂吧 就是说呢 我是要 哎 给你这个 放你一码 对不对 就好像当年我们讲 储石剑的事的时候 云南 当时是老江就想弄死他 对不对 云南那边就想放储石剑一码 对不对 但是呢 也要放了 就是说呢 能说到过去 能合情合理 对吧 这个也是呢 他有他的这个诀窍在里边 所以呢 就是说 华为的问题也是 就是说 拜登可以呢 放你一码 但是呢 你华为也要做点事 配合 就是什么 就是说 哎 老共最喜欢讲的一句话 什么 相向而行 懂这意思吧 就是说 哎 现在华为呢 和拜登呢 在相向而行 好吧 这些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